海瑞两眼虚看着窗外,像是在背诵一段史实。 洪武十一年,倭寇亲海南丹州,杀我大名汉里两族百姓数千,掳掠妇女钉状一千余人。 洪武十九年,倭寇又亲海南至丹州,新英,杨浦,二十年又亲穷州,永乐九年,宣德八年,九年,成化元年,洪志四年,郑德十二年,嘉靖三十五年,三十七年。 倭寇供亲入我海南各州县村落一十三次,杀我百姓数万,卢我百姓至海外诸岛,冲作苦役者数万。 赵仲成,倭寇在我的家乡杀戮隐掠,远早于浙敏诸省。 我更要说的是大名正德十二年,倭寇亲我海南之城脉林高。 那年我四岁,家父就是死于倭寇之手,杀父之痛,追心难忘。 忠诚刚才说我的家人好好地待在淳暗,因而不知沿海百姓受窝患之苦,请大人将此言收回。 赵真吉像是被钉子钉住一样钉在那里,两眼的光也慢慢连了回去。 眼前这个只有七品的下属,在他眼里是那样的虚,又是那样的实,是那样的远,又是那样的近。 他立刻感觉到以往的传言和自己的判断,对这个人都相距甚远。 此人万不可以常人论之,亦不可以怪人论之。 以泰州学派之力推断,这样的人更接近周公孔子所推崇之仆人。 可当今之时,仆人就是野人,官场之中闯进这么一个野人,一切发护中而形湖外,使多年来所有似是而非,积非成是的规则都被破得干干净净。 赵真吉那张脸憋得通红,多年格物置之之之礼,这时竟一点都派不上用场了。 可海瑞还在等着他将刚才还十分得意强加于他的话收回,这在赵真吉是万万做不到的。 尴尬了好一阵,倒计不行,只好用术。 赵真吉把手一回,既然海之县和倭寇还有杀父之仇,知道倭寇为患之甚,本愿现在就派给你一件公物。 七战下来,我军一举剿灭倭寇之事已经形成,当务之急就是立刻将下一批军须送往前方。 这批军须就由你押运,五日内送到湖布塘军营。 海瑞问道,请问忠诚,秦案不审了吗? 杨公公疯了,你应该知道吧,沈医师的家产和制造局究竟有何牵连,除了杨公公,你向谁去查证? 案子现在必须停下,今早我已经用八百里基地上走朝廷,下面该如何办,只有等朝廷新的旨意下来。 现在你该做的,就是立刻把军须押运到湖布塘大营,十天后回来,按新的旨意办案。 海瑞却沉默在那儿,赵振极问道,你不愿意去? 我去! 海瑞大声地回答道, 八百里基地,赵振极奏报杨金水封了的奏本,在五天后的黄昏直闯重温门,送到西院司礼间执房时,天已经快黑了。 司礼间四大丙笔太监,四颗脑袋聚在一起,八只眼睛看完摆在大案上那奏本的内容之后,仍然盯着灯笼前的那份奏本,好一片的沉寂。 正中首席丙笔太监陈红终于出生了,眼睛里闪着看似气氛,却暗含着兴奋的光芒。 查案查到制造局,查到宫里来了。 说到这儿,他突然拉长了音儿,来。 这一声叫的是又高又尖,呼出的那一口长气,差点把大案上灯笼里的烛光都吹灭了,弄得另三个丙笔太监全都是一愣。 烛光暗了一下又亮起来,却见沾着三根羽毛的奏风,已被他那口气吹得飘在空中。 陈红一把抓住了羽毛奏风,另一只手紧紧地按住了书案上的奏肩。 两个伺候当职的太监同时出现在职房门口。 奴才们在? 陈红一边把奏本装进奏风,一边说道, 北教,咱们四个得立刻将这份奏书呈给皇上万岁爷? 慢着。 陈红身旁那个丙笔太监黄锦接话了。 陈公公,老祖宗还没看呢? 等不得了,我的黄公公。 陈红十分决断地瞟了一眼黄锦。 老祖宗也在宫里,乘上去他老人家和皇上一起看。 黄锦也十分地固执。 事关阳金水,不能就这样送上去。 这样送上去,万岁爷迁怒到老祖宗,就连转环的余地也没了。 一句话就揭开了送还是不送,个人心中的奥秘。 陈红的目光虚停在半空,好久才说道, 这一点我倒是忘了,可老祖宗要伺候皇上万岁爷, 到明早上才能出宫。 这个本鸭在这儿,谁敢担待呀? 黄锦说道, 像法子,把老祖宗请出来。 陈红又看向他说, 万岁爷正在修炼,身边可缺不得老祖宗,怎么请出来? 黄锦态度十分坚定地说, 老办法,报喜吧。 不是喜去报喜, 事后万岁爷知道了, 你担罪, 还是我们担罪呀? 陈红说完, 黄锦说道, 我去报, 有罪, 我一个人担。 那陈红显然是心有不甘, 看向另外两个丙鄙太监。 你们说呢? 另外两个丙鄙太监想了想说道, 还是先禀报老祖宗吧。 陈红没法子了, 只好把话留下一半。 那你就去吧, 万岁爷真要降罪, 咱家也不会叫你一个人担。 说了, 我一个人担。 黄锦说完这一句, 大步走了出去, 北当龙, 北教。 门外两个事后当职的太监, 在门外喊了起来, 给个当龙就是, 我走着去。 黄锦的背影一消失在职房门外, 说是走, 其实是跑着去的, 一溜烟就到了玉溪宫大殿外, 当职的太监看到黄锦, 连忙跪了下去, 低声说着, 孙子们叩见黄公公。 黄锦也压低了声音, 问道, 主子万岁爷歇了吗? 老祖宗能不能出来? 玉溪宫一个当职太监回道, 回黄公公, 主子万岁爷, 今儿打的是神游八极座, 老祖宗得一直在身边护着, 一时半刻且出不来呢。 这个时候偏在神游八极, 黄锦一愣, 接着在十阶前就着急地徘徊起来, 走了好几个来会儿还是站住了, 不行, 这是大事, 必须把老祖宗请出来, 报喜吧。 两个玉溪宫当职太监立刻脸都白了, 扣下头绪, 二祖宗饶命, 这个时候奴才们万万不敢惊了圣驾。 黄锦无声地跺了跺脚, 我自己来。 说着快步走到了直对惊涉的南窗石阶下, 隔着石阶对着高高的窗铃, 把俩手圈在嘴前, 发出了一声特别像的喜鹊声。 好净, 净得每个人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跳。 没有反应, 黄锦头上冒着汗, 一贴心, 双手圈在嘴前, 竟连续发出了三声喜鹊声。 叫你呢, 去吧。 万岁爷的声音像一根油丝一般, 从京舍内飘了出来, 黄锦还有两个当职的太监都停住了呼吸。 京舍内传来了吕方的惶恐声音。 该死, 再大的喜事, 怎么能这个时候来扰了主子的先修? 夹境的声音竟然十分平和, 该是胡宗宪、七纪光他们在前方又打了胜仗, 你去吧。 又过了好一会儿, 吕方的身影从大殿门口出现了, 黄锦一脸大汗快步迎了上去。 吕方依然不紧不慢地下了世界, 看着他这副样子知道不是喜事, 就盯着他。 黄锦低声禀道, 干爹, 浙江八百里基地, 杨金水疯了。 从来都不动如山的吕方, 这时竟也微微地颤了一下。 此刻, 那封极地被一方和田杨之玉镇指, 压在大岸上。 没有封, 三根羽毛竟也一动不动。 四个丙笔太监都看着坐在岸前的吕方, 每张脸都像岸上那封奏书一样, 一动不动。 那个宋极地的义差现在哪里? 吕方开口了, 陈红急忙接话, 回干爹, 儿子已把他扣在进门职房里。 吕方说道, 扣住他, 不能让他见任何人。 小的, 锦儿, 哎, 儿子在。 黄锦应声道, 吕方又说, 这个坎儿得我去过了, 得要半夜才回, 主子那儿不能没人自好, 你去吧, 主子习惯你。 黄锦回答, 儿子这就立刻去墓浴更衣。 吕方又说, 主子要是问起呀, 就说这封奏书你们都没看, 告诉主子, 就说我去镇府司招狱了, 去见那个高汉文, 详情带我回来, 一一向主子沉奏。 黄锦愣了一下, 另三个丙比太监都对视了一眼, 吕方说道, 这件事要回话, 就得明白回话, 杨金水为什么会疯, 江南制造局的事, 杨金水和沈一时的事, 或许那个高汉文知道一些内情, 还有那个曾经跟了杨金水四年的女子, 知道一些内情, 一切等我回来, 向主子明白回话。 杨金水是我派到江南去的, 有罪我会担, 你们都把心放到枪子里, 今晚都待在职房, 这个消息一点也不能透出去。 三个丙比太监全都答应着, 吕方又大步走了出去。 明朝的北京, 除了紫禁城, 文官下轿, 吴官下马之处不知凡几, 平常百姓都要绕道而行。 只若北镇福斯衙门这座语, 那就是连文官武官都绕着走, 不愿意见到这道长有离许, 高有两丈的青砖深墙, 更不愿见到那两道黑油油的生漆大门。 年代久了, 就传出许多关于这条幽深的巷子, 和巷子高墙里的花头, 都说天一黑, 这条路上就有许多冤鬼游荡, 黑角落处还时常听到哭声, 因此这条路面一年到头都十分清静, 尤其到了黄昏后, 不但没有人走, 鸟都不从这里飞过。 两盏灯笼在前面照着, 四个提形丝太监, 一顶小叫, 抬着旅方从西院方向进这条巷子, 已经是虚实末。 急不无声, 很快抬到了黑漆大门前, 提灯笼的太监抓住大门左边那环瘦面吞口敲击了三下, 里面立刻传来了问话声, 是老祖宗驾到了吗? 显然事先已有快报通告了这里, 门外提灯笼的太监回答, 直到海温开门吧。 晨晨的大门从里面向两边打开了, 早有一片灯笼光在里面候着, 院子里跪着好些顶带。 提形丝提灯笼的太监又发话了, 老祖宗说, 派两个人引路就行, 没事的都歇着去。 是。 医生回答, 中间闪开了一条路, 两盏灯笼一顶小轿, 飞快地飘抬了进去。 大门带着嘎嘎的声音, 又沉重地关上了。 外边的人不知道, 以为镇斧司招御里, 只有铁尖锒铛关押待绝官员的牢房, 其实里边还批有多处软禁罪名未定, 待审官员的小院。 这里就是其中之一, 院中之院, 也就是墙中之墙。 一道铁门锁着, 开要进去便是一块树杖建坊的院子。 院子内照例有一口井, 靠墙根长满了草, 墙上还爬着青藤, 靠北就是三间小屋, 各有房门, 互不相通。 西边一间关注被审的官员, 正中那间是暗审口供的路房, 东边那间平时空着, 被作锦衣卫审问罪官累了时候, 喝茶歇息之用。 这样的院子照例是只锁院门, 不锁房门。 这是引路的锦衣卫开了院门的锁, 推开了门, 在前面引着, 灯笼照着小叫进来, 停在了院子里边。 左边那个提形丝打灯笼的太监掀开了叫帘子, 右边那个提形丝打灯笼的太监伸过手, 掺着身着便服的旅方, 从轿子里出来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